好一開始就來看到 惡名昭彰的中國行動計畫 難道要死灰復燃了嗎 但這會不會又幫助 中國大陸的科研發展呢 美國國會在9月9號復會之後 這個星期一開始所謂的中國之後 天天都在抵抗圍堵中國大陸 好多法案通通都出籠了 其中最受爭議的呢 就是有關於德州共和黨眾議員古登 發起了一項法案 也就是在當地時間9月11號 眾院用237比180票獲得了通過 內容是在美國司法部之下 重啟一項為期六年類似 中國行動計畫的新計畫 遏制美國什麼呢 對於智慧財產權啦 科學機構的所謂間諜活動 這看起來又是要針對中國大陸了嗎 美國人的心思越來越邪惡 實在讓我想不通的一件事情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中美之間科學文化經濟的交流 可以說是日新月異 當年就有很多很優秀的中國留學生 到美國去從事科研的考察或研究 學習等等 很多人都拿到美國各個重要的 重點大學的這種科技的學位 也就留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 可以說經過這幾十年來 這個中國華裔的科學家 有人也大部分都取到了美國的國籍 表現得非常的傑出 可是他們對於這些有中國血統的 美國籍的科學家 卻仍然懷著一種華裔的眼光 現在他們要接續著上一次 川普時代的所謂中國行動計劃 什麼中國行動計劃呢 就是要監視 嚴查 打壓這些華裔的 美國籍的中國血統的科學家 當然我們從一個祖國的發展來講的話 這些科學家在美國已經有一定的成績了 如果能夠回到祖國來工作 現身到祖國科研事業的發展 我們內心裡面會無比的開心 無比的高興 但有時候科學的發展 它基本上是個很複雜的層層面面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科學的發展 可能它的研究鏈比較適合在美國 有些研究鏈比較適合回到中國 那在這樣的一個複雜的這種 配備的狀況底下 有些人一下子沒有辦法 回到祖國來效勞 他必須跟著他的研究室來走動 這種現象卻被視為說 這些人都有中國科技間諜的嫌疑 每一個人的貿長扣上一點 而且美國人自己自行為法治國家 自行為民主自由 什麼人權 只要面對中國 面目全非 每一個人都是用心邪惡 臉上長獠牙 一下子要把這些科學家吞掉的樣子 我隨便舉舉個例子 在四年前吧 當時有一個馬省理工學院 非常有名的機械工程系的系主人 叫陳剛 陳博士 他當時被扣上一個科技間諜的帽子 然後被羈押 然後被起訴 最後無罪 當時MIT的校長 集合了所有科學家來拯救他 都沒有辦法讓這些美國政客 能夠恢復一點良心 最後查無任何實據 只是因為他曾經到中國來講學 然後讓中國的一個大學 跟美國的MIT建立建教合作 跟共同研究計畫 這些每一樣都經過MIT的批准 而且MIT也說 他們收了很多中國學生 非常的優秀 符合他們學校的辦學宗旨 而且很多研究計畫 對於中美的交流 對MIT本身的發展 幫助非常的大 但是這些政客眼中 看在眼裡面 都總是把咱們中國人當為異烈 還有一個案例 不是中國籍 沒有中國血統 他是匈牙利血統的一個化學家 他是哈佛大學化學系的系主任 也一樣的 他只是因為參加中國的千人計畫 幫中國培育心理帶的化學工程師 或者化學家 就被扣上一個所謂科技間諜的帽子 然後也被羈押 然後最後交保100萬美元交保 你可以知道說 美國這些政客已經到了 喪心病狂的地步 每一個人都像個吃人的惡魔一樣 所以我們從兩個層次 一方面我們要為迎接這些從美國受害的科學家回國 我們共同努力 讓我們中國的科學研水平再上一層樓 二方面我們要嚴厲的譴責 美國政客這些書念不好 成績很差了才去混美國政客的這些人 可以說是地球上的人渣 對所以你看我們的哈佛的高材生 之前他們的校長也被獵巫 因為以色列的問題也是被出征 你看這個美國到底怎麼了 你可以看到你看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現在歐洲有不同的思考 比如說西班牙手下桑切斯說 西班牙支持自由貿易跟市場開放 不贊成打貿易戰 跟習主席也有進行見面 挪威的首相他直接說挪威支持自由貿易 支持歐中加強合作 他也說怎麼樣呢 我們根本不是歐盟成員 不會單邊制裁中華大電動車 好針對桑切斯的說法 中國大陸非常的讚同 說希望歐洲更多國家 跟我們大家相向而行 好你可以看到呢 那針對於這個關稅的問題 其實呢會不會有轉圜之力 大家也很關心 打貿易戰或者關稅戰 不會有人得利 一定是雙方面都受害 那現在在比較誰受害比較多 或者比較少 我們來舉西班牙為例 如果今天西班牙 在這個中歐之間的貿易戰 因為他是歐盟的成員 他也會間接的受害 因為中國可能會減少 進口歐洲的豬肉 歐洲的椰子油 那對於這個西班牙的經濟 當然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像在挪威 他雖然不是歐盟的成員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咱們中國從挪威進口的東西裡面 有一半是什麼 挪威的石油 很多人不瞭解 另外有將近15% 是挪威的水產品 因為挪威的魚產品 水產品 還不錯 品質不錯 你有試過是不是 口水都流了 口水都流了 那對於挪威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經濟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當然不可能去配合歐盟 因為中國也是他很重要的 一個貿易的對象和夥伴 所以這些到中國來訪問 西班牙首相已經公開說 希望10月份歐盟在審核 有關於中國電動汽車的 關稅問題的時候 能夠更務實一點 他們西班牙是反對課程這個 他當然也知道 主要的動力來自於法國 因為法國保護他的什麼 汽車工業 相較之下 這可能也是西班牙的機會 因為西班牙 他希望中國很多重要的 電動汽車廠 能夠到西班牙去設廠 讓西班牙的汽車工業 有很高的進展 只是以法國為首的 還有一些幾個國家 他們腦筋想的不是這樣的 那如果這樣對中國 不是完全也不利的 因為這個時候中國在歐洲發展 匈牙利的電動汽車廠 西班牙電動汽車廠 也有一個非要進步的機會 我們要決定 到底要直接出口到歐洲去 還是歐洲設廠 他的邏輯很簡單 如果我在中國大陸製造的話 我到了歐洲去賣 我繳了關稅以後 到底整個營業也會受到什麼影響 那如果我在歐洲設廠 成本比較高 雖然沒有關稅的問題 但是這樣一來 對我銷售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畢竟在歐洲設廠 還是要從中國出口 這個原物料去 原物料就不在這些 課稅的範圍裡面了 所以這個東西 歐盟這種動作 對歐洲的汽車不會有幫助了 因為你中國汽車跑到西班牙 這個匈牙梯設廠 你法國的汽車廠還是撐不住啊 所以我不曉得 這個馬克宏或者是馮德蘭 有什麼意義呢 那如果再加上中國對德國汽車 所謂的那種 3000cc以上的燃油車 課稅的話 你對你德國不是崩盤 因為中國是你很傻的市場 對 因為比較大型的車 我們都知道 美國是一個市場 但中國大陸也很喜歡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貿易戰 你打 你不要以為你不會受傷 所以德國發言人也說 我們也支持認同西班牙手下 在華的表態 我們認同 的確是如此 你打貿易戰 到底誰能夠受傷 誰能夠得利呢 中國大陸有底氣的 另外再來看到 你打壓碰瓷的就是什麼呢 科研的這一塊 現在呢 這個蘋果被說 沒有人要看你的蘋果的i16 你看華為 那個王府井的這個旗艦店 人潮 人身鼎沸 然後蘋果位於北京三里屯的 官方旗艦店 被說怎麼沒有人 兩鄉比較 真的是 哎呀不比 就是比的真的傷害很大 然後日本的部分 也是在流口水 日本跟台灣 我們哪來流口水 為什麼呢 日本華為 華為MATXT 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買不到啦 這很大缺點 我覺得這太大缺點 然後還說 這大缺點對不對 然後還說 大概什麼十月二號 他們有一個那個 什麼新品發布會 還用這種八角形狀 不過呢看起來就是也不會 在這個海外發售這個吧 所以他們說大缺點就這個 這個當然是超級大缺點 買不到是最大的缺點 現在幾百萬人在排隊啊 對不對 五百萬人 對啊不想排到哪一年啊 好現目賴老師目到 還有請教官 這個這種人不過意思 只是讓我們吃醋 嫉妒而已 流口水 對啊 這一次的科技產品的競爭 很明顯的 Apple的這個蘋果的iPhone 走錯路線 iPhone一直在動不動 都強調 你看最近都強調 哎呀我的晶片是三奈米的 誰在乎 這個我裡面有所謂 Apple Intelligence 可以直接連上Chimp GPT OK 很炫對不對 然後華為強調是什麼 強調是我三折 而且啦這個三折有這麼薄 對 然後我三折了以後呢 我的電池呢 續航 續航力很強 對 散熱力很高 我就不得不問蘋果一句話 你到底懂不懂消費者啊 對啊 因為蘋果很炫耀 我這有六種顏色 新的顏色隨便你挑 被說那個醜的跟那個垃圾袋很像 我們暫且不要說醜不醜 現在有誰買了手機不買外殼的 對 買手機不買外殼的舉手 而不是舉手加一 在下面留言 大家都買 為什麼外殼 尤其是我們的女同胞們 很喜歡弄一些亮晶晶的東西 對 你不可能有一種 手機的機殼 可以趕得上那個外殼的裝飾 沒有人在用裸機的啦 沒有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對啦 那他強調這個幹什麼呢 而且華為很聰明 聽到之後吃兩款 黑的跟白的 那個黑的很有高機感 然後呢 你看這個也很有高機感 拿起來被說皇帝驟章 對啊對啊 可是我覺得華為 那個時候華為會使得 做外殼的廠商 面對很大的挑戰 對 他要做三折外殼 對啊 所以不管如何 這一次 蘋果徹底的失敗 蘋果的股價不漲反跌 對 那華為因為沒有上漲 可是你看那個人潮知道 這個華為的這個 精神已經回來了 聽說上半年 他的營業額獲利不少 對 這個還沒有 加上這一款手機 因為他 整個蘋果都 忘了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買汽車 有些汽車廠動不動地強調說 我速度從0到100 對 加速0點幾秒 對 有的車廠講說 我這個 以這個駕駛座上面 後座有按摩椅 請問你買來一種 我當然買有按摩椅的 因為我們是要舒服啊 那個0到100 不是 你什麼時候用到0到100 很少很少 又不是天天去尬恰 對啊 那你在華為說 好不好 你以前是5奈米先3奈米 對我們 絕大多數消費者 是沒有感覺的 對 用不著 那你強到外殼 大概用不著 你強到這 什麼Apple Intelligence 大家覺得 還好嘛 對啊 所以他這沒有創新 而且 就是他自己認為的創新 又 在消費者的心中 根本贏不起波瀾嘛 就像有一首歌 作者覺得 哇好好好 到外面消費者一聽 也不怎麼樣 取高核掛啊 對 搞不好取低也不核掛 你看 你看被唱出來 華為就不一樣嘛 對 華為不一樣 而且熱度不減 那尤其是日本在那邊哀嚎 台灣真的也是 台灣買了這個華為 被說限制一對 你看 就是因為這些 那個貿易壁壘 或者是圍堵的方式 才有可能讓蘋果公權掠地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華為 剛剛我們蔡生博士說 這個不厚啊 你看跟三星比 你看 三折跟兩折比 不是差不多嗎 比你還要博咧 更別說Mate XT 他其實有AI的功能啊 什麼顧問啊這些 還可以修圖 人家也不錯 Mate70其實 比較沒有那麼貴 那他有很多AI 是值得大家期待 Mate70好像還沒出來 還沒出 11月 因為要跟這個 純血鴻蒙一些相連 大概11月 不管怎麼樣 他AI 你說你很厲害 但是人家是實用面 這些不是都很重要嗎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委員AI的部分 因為呢 我們知道Google前 大中華區的總裁 李開副他說了一個話 他說呢中國大陸AI的模型 或許比美國開發的模型 落後半年 他說大概半年 但是呢APP的部分 起飛更快 意思就是我們追得很快 尤其APP 大家都用APP啊 那模型我們不能 不會演 因為美語還是全世界 話語權很強 李開副可能這段話 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種AI的模型 他不是一種模型 是很多種模型 有通用模型 有這種專用模型 就是專門對某一群人 或者專門做在某種用途的 這種專用模型 所以只要APP 都是專用模型 那通用模型 那什麼數據中心 很龐大的 所以才需要用什麼 切的GBT啊 多打數據中心 一天要算多少次啊 不斷地去擴張他的資料庫啊 那請問你 我就是個普通消費者啊 你說我用的啦 我又不要做火箭發射 我用科學發展 對不對 我不需要啊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有些比如說醫生 他用醫療方面的 你是媒體 然後這個主持人 你用你這個傳播方面的 所以中國的APP 代表中國的專用模型 會飛躍成長 其實不用他講 中國的專用模型 早就超過美國了 什麼盤古的氣象大模型 什麼 聽說還有盤古的 中醫大模型 中醫師看病 更方便一點 對 這種叫做專用模型 那沒有錯啦 中國的通用模型 像現在GBT 中國是真的可能落後了半年 但是中國不是去搶這個市場 中國要搶的是什麼 智慧汽車駕駛的AI模型 那個中國倒厲害了 對對對 這個目前中國大陸啊 對比到這個美國的特斯拉 毫不遜色 其實毫不遜色之外 還彎道超車 其實也沒有 都在同一個起跑點 好 那不管怎麼樣 AI這一塊呢 中國大陸不會輸 而且半年追得很快 你不要真的以為半年 那追快一點 就超過了嘛 好 那你看AI的這一塊呢 就會攸關於像是NVIDIA 揮達英偉達這一塊 美國政府傳出來說呢 要批准揮達 像沙特出口最先進的晶片 就是H200 我們之前在介紹 升騰910C 也許已經對標H200或H100了 然後沙特 之前就被美國說什麼 沙特啊 取得晶片之後 就會幫助中國大陸 開發AI模型等等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件事情 引發了市場很大很大的討論 因為接著呢 NVIDIA就大漲8% 費神半導體也漲 台積電也漲 標普500也漲 因為現在NVIDIA 就是整個科技界的龍頭 它的這個晶片的銷售量 注意到晶片不是台積電製造 但還是輝達在銷售 是啊 它賺最多 它設計 它銷售 它只是委託台積電代工而已 輝達它的營業額 本來美國人是想要一再的打壓 可是他們發現到說 沒打壓輝達的時候 不管說反壟斷調查 不管說禁止它賣到中國大陸去 都會使得輝達的股價下跌 然後帶動美股 學技股 全部嘩啦嘩啦 就像中國那個什麼 馬蹄搭搭搭 黃河水 往下一直滑 骨牌啦 美國政客受不了 所以它想一想 得不償失 可是面子又掛不住 那這樣就好了 沙特買了 因為沙特想要發展數據中心 沙特想要發展晶片設計 因為沙特的網族很大的野心 要搞什麼未來層啦 要利用它現在的財富 把沙特做高度的採滅轉型 不要老是靠石油吃飯 他是有這麼一個想法 那現在工程不是中國在幫他做嗎 對啊 那他如果做數據中心 他能夠找到的科系人才 同來找 阿拉伯數據國家這方面比較少啊 人口也少很多啊 那知道什麼 一定從中國找的嘛 是 從中國找的話 中國的接觸到你全世界NVIDIA 各種型號的這種晶片嘛 那甚至於哪還可以轉口貿易 就到深圳去了 對 我剛剛講了一個大白話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對中國好就好了 但是 回答也好啊 對美國股市也好啊 美國就是這樣 明明就是要開放給中國大陸 不敢直接開 哎呦他們面子掛不住 轉一個彎啊 賣給沙特 你們沙特賣給誰 哎 裝作不知道 對啊就沙特的市場上 跟台灣的光華市場 轉到哪裡去就知道 好啦 謝謝美國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